现在洗头飞快 真的我现在洗澡洗头加起来 可能只要七八分钟吧 就能跑出来了 哈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不是看起来和原来不太一样 因为我显而易见剪了个头发 如果你看了今天的标题呢 你就知道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六七月爱用 为什么要把六七月单独拎出来呢 就是因为现在夏天了 就是天气热了 然后彩妆和护肤上有一些变化 还有就是因为我上个月出去玩了一趟嘛 所以发现了一些比较适合旅行中携带的东西 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今天的视频也是内容比较杂 护肤彩妆护发包括穿搭 就几个穿搭的小物吧 那我们就分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今天首先想分享的是两只遮瑕 就是这两只 Makeup Forever的来自于两个系列的遮瑕膏 一支是Ultra HD Concealer 还有一支是Viva My Skin Concealer 首先从质地上来说一下吧 这支是比较轻薄的 它是这样子的质地 然后这支短短的胖胖的 它是比较像膏状 其实这样子就是涂出来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它们质地上的不同 色号基本上是一样的 分别是22和2.2 这两个色号在我脸上黄衣白的话是比较match的 就像我今天脸上就没有上底妆 就完全是用这两只遮瑕膏来作为底妆 像这半边脸就是这支Ultra HD 这半边脸就是这支Viva My Skin 我不知道镜头上看出来有多明显 但是我自己在镜子里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两边的妆感有一点不一样 这边的话就比较轻薄 就真的是像自己皮肤一样 这里的话你会有一些妆面感但还是很自然 它们俩都是说是雾面哑光的妆效 因为我这里就是两个大的落地窗 所以镜头里拍出来会比较有光泽感 但实际上是还好啦 这两只遮瑕力上来说的话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如果夏天你跟我一样就不是很喜欢上全脸的底妆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两只 不管是点涂还是全脸上 它们俩都属于遮瑕力很够 然后妆效会非常持久的 两个可以代替粉底的遮瑕产品吧 然后第二个我想分享的就是我今天上妆的工具 我用的是这个是微博上一个美妆博主 就是宇哥他自己的牌子 这个是他们家的芝士粉扑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用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特别适合带出门旅行 因为它上妆不需要打湿 但是它的妆感又上上去非常细腻 它这两块大的就是面积最大的这两块是人工皮面 就是它不是很有气孔 然后你上妆的话就是可以这样子拍它 就可以把底妆铺匀 而且妆效出来是比较细腻的 然后还有就是它这样子四面的这个侧面是海绵 这四面的海绵我用下来的感觉是海绵的地方上上去 不知道为什么会比较保湿 就比较适合眼下就是你卧蚕这两块 如果你用皮面的话就感觉会有一点点干 但是你用就是这个海绵面的话感觉就比较保湿 而且因为它就是做成这边比较尖嘛 就是这样子一个梯形的设计 所以你脸上所有的地方都可以卡到 包括你用这个侧面去上鼻翼两侧 然后包括眼睛这里 然后这边就是扑过来都非常的合适 很轻松的就能帮你完成一个妆 而且还有再调调一点就是它不用打湿 它真的很方便 像我这次出去我就带一个 小那个保鲜袋 因为如果你直接把它扔在化妆包里 你上完底妆它多少会蹭到那个化妆包内侧 我就建议你们可以打一个速工袋 或者小的保鲜袋 每次用完之后就扔进去 它洗完之后也不太会变形 我反正一两个月换一个 所以它一盒这样子四个 还能用挺久的 接下来想说也是一个国货彩妆 就是这个Miki Plum家的 高光修容盘 我最早知道它们牌子是因为它的那个洗脸精非常的好用 后来我就在桃板上看啊看啊看啊看 然后就看到了这个小东西 这个也是特别适合带出去旅游的一样东西 因为它是一个三色盘嘛 所以你高光修容就都搞定了 而且这个修容它有两个颜色 所以从鼻影到面部的修容都可以 如果你是跟我一样黄一白或者说再深一点黄二白的话 我觉得这三个颜色都是可以用的 来给你们刷个色吧 它这个高光其实很细啊 然后是这个浅色的可以作为鼻影的这个修容 然后是深色的这个 它粉质都挺细腻的 我个人去旅游的话是会想把东西能带一个的绝对不带两个 所以这种高光阴影二合一的盘就非常的得我心 像我之前带出去的就会是这一款 就说Otuber这家Bronze & Glow 这个是我去年铁皮了的一个产品 正好给你们看一下它的那个颜色对比吧 首先是这个高光 我觉得Otuber这个会更暖一点 然后Micky Plum加的这个就更中性一点 然后修容的话我们跟这个深色的比 Otuber加的这个这样子看起来好红啊 我之前我之前画的时候就没有这样子觉得 但总的来说就是Micky Plum加的这两个会更适合亚洲人 这的话就比较像Bronzer 但Micky Plum的话就比较像Countour就是修容 浅色的这一款我们跟Omega来对比一下 如果是这样子在手臂上单看的话 Mac家的就是Omega的确是比Micky他们家的这款浅色会稍微再冷一点 但是画出来我完全看不出区别 所以这就是这三个颜色和我本来用的一些产品的一个颜色对比 我就是觉得这个性价比特别高 然后的确是很方便 如果你们想要找一个就是特别适合携带的修容高光脸部盘的话 就可以去看一下他们这个 好彩妆最后一样东西是想要分享一下我嘴上的这个口红 你们现在看到应该是觉得它是一只雾面的口红吧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润唇膏 它是NARS的这支Soft Matte Tinted Lip Balm 对没错是Soft Matte系列 就是我之前有测评过他们那个粉底 以及我有用空过那个系列的遮瑕 然后这支是它的润唇膏 应该是今年初的吧 它这个质地就是非常的神奇 就是你看它涂出来是雾面的 不管是手臂上还是嘴巴上 它就是一个雾面的妆效 但它实际上还挺滋润的 就如果你跟我一样嘴唇特别容易起皮 但是你又想要涂雾面的口红的话 你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一支 因为它真的质地非常的神奇 我觉得NARS这个系列做得很好 我想要再去买一支不同的颜色 我这遮瑕号是Touch Mish 因为它现在网站上写的 它是Limited Edition就是限量供应吧 限量系列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做成永久的 但是我不想错过它 我觉得这个很好用 好彩妆部分就说完了 接下来是护肤 护肤的话我想第一个分享 就是我这次旅行里觉得非常好用的一个防晒 就是这款B柔的SPF50PA 四个家的水感褶梨防晒 18年或者更早出的一个 B柔出的一个水感褶梨 首先容量很大 但是又可以带上飞机 所以我这次是旅行的时候 我涂身体都是用它 它就是沉膜非常的快 然后不会粘腻 而且还防水 这是一个物化结合的防晒 然后如果你是酒精过敏的话 可能就不能用 因为它闻起来 虽然没有那个酒精味 可是它里面是含酒精的 除此之外 我觉得油皮干皮都会喜欢 有一点点流动性的这种褶梨 然后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会觉得它中间有一点就是颗粒感 但你们不要觉得买到了假货 因为我用过好几瓶 它都是有这样子的颗粒感 它这样子就是随便抹一抹 它就沉膜了 非常的快速 虽然它说是SPF50并且防水8小时 但是我还是会去中间补涂一次 像我补涂的话它就不会搓泥 这一点我也非常的满意 反正评价大碗 如果你没有试过的话 可以试一试 接下来想分享一个美白精华 这个美白精华 我用了两个多月才来跟你们分享 因为我觉得美白精华这个东西 就是你要给它一段时间 你才看得出效果 这款是Origins的咖啡因果酸美白精华 它主要成分是温和的果酸 主要是柠檬酸 然后再加上一些低浓度的VCIP 然后配合了一些植物提取物去舒缓 这款我用下来觉得它可以对标Muride那款双管精华 那款我也是在就是之前的安利和空瓶记里面有说到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之前的空瓶 它们俩在成分上的思路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果酸搭配一个VC类的衍生物 所以它能给你去角质 然后通过VCIP去给你美白 像我的用法就是我会拿它来早上用作为一个温和的刷酸 然后再加一个就是面霜 如果你是油皮的话你就可以出门了 如果晚上用的话你就可以用它 然后再加一个修复或者综合类的精华 像我的话我搭配的是那个第七代的就是新一代的小冬瓶 因为那款是修复抗老 然后这款的话又是刷酸美白 加起来的话你就所有的需求都覆盖了 你们看它的质地是这样子有流动性的折离状 非常的好吸收 这款如果你是油皮的话就会非常的喜欢 因为它是吸收之后是非常干爽的那个肤感 如果你是干皮的话你夏天可能就OK 但是你冬天的话可能会想要搭配一个保湿类的精华 然后它闻起来是有一点那个橘子香 从护肤成分上来说还是到肤感上 我觉得都跟Murane的款很像 但是它比Murane的要便宜很多 所以我是认为它是Murane的款的评价替代 对 接下来的话是护发类的 护发的话我用到了一个非常好用的国货发油 就是这个Kimchun精脆亮泽护发油 这款发油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好用 首先它质地非常的好吸收 然后不油腻 然后用法也比较多样 就你干湿的时候都可以用 我之前长头发的时候就会用它 因为我长头发下面的那个发质会比较毛躁 然后洗完头就是疏不开 如果你要强行疏开的话就会掉很多的头发 所以我会在湿的时候就直接把它抹在手上 就是抹在手心抹匀 然后直接会抹在发尾 然后你头发梳起来就会比较顺滑 比较容易梳开 然后如果你是早上起来头发会毛躁的人 你也可以就是干着用它 我是没有什么这个问题啊 但是如果你是有这个问题的话 你就拿它也是在手心抹匀 然后抹在干的头发上 然后稍微吹一吹就会很好 反正我觉得很好用 而且也很平价 一百块钱都不要 六十九啊好像 我去换了个电池 太久没有录视频 是几张东西搅了好久 anyways 继续分享头发类的产品 就是这个 The Ordinary的头皮精华 它其实是一个头皮调理精华 它里面包括的是1%的咖啡因和多生态 多生态这个东西 之前可能在很多护肤品里有听到过 因为它就是一个能够帮助皮肤去 自己内在强健强韧起来的一个成分吧 那你头皮其实也是你皮肤的一部分 因为它连着的嘛 它是一根皮 不是一根 它是一张皮吧 所以多生态你用在头发上 这个也很容易理解 真正意义上来说 它不是防脱的一个精华 它是帮助你头皮自身一个抗老的东西 然后就是这个东西的用法 这个东西是用在干头皮上 也就是说你洗完头 你要等头发干了 至少你头皮干了 你才能用它 我就会拿那个滴管 直接就滴在就是头发那个缝隙里面 然后去按摩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没什么味道 就不像AVIDA那款 它味道很重 就如果你不喜欢那个中药味的话 你很难坚持下去 但这一款它就没有味道 然后它吸收也挺快的 它不会有那种黏乎乎的感觉 反正我会坚持用下去 反正用着不亏 我是这么想的 可能几个月后 我的头发会更多一点吧 好护发类我也说完了 接下来就是穿搭 穿搭的话我想安利一个我最近真香的产品 就是奇形酷 我一直都觉得那个东西对腿不直的人特别不友好 但是我最近真香了 我买的是TNA这个牌子 然后大小是XS 我穿它的话就完全不紧绷 然后很舒服 我接下来插入几个片段吧 就它真的很好搭配 夏天想要直接出门的话 你套一个oversize的T恤就可以出门了 那是最effortless 最不需要努力的 如果你想要稍微露一点肉啊什么的 你就可以像我接下来穿的是一个crop top 就是露出一点胃这样子 然后背一个小包就可以出门了 也挺有型的 然后像天气冷一点 你还可以搭配长袖的卫衣 像这件卫衣我也特别喜欢 它是close家的 眉红色的卫衣 大色快就这两年也挺流行的吧 面料也很舒服 而说回正题就是 这条奇形裤我非常的喜欢 我觉得它很好搭配 然后面料很舒适 而且很平价 TNA的那个家居系列 我都觉得挺好穿的 我之前冬天的话 有买过他们家那个swap pants 卫裤 也是很厚实 里面毛绒绒的 形也非常的好 然后颜色选择也很多 像我因为第一次买奇形裤 我不确定它是不是真的好搭 或者说是不是真的好穿 所以我就很保守的买了黑色 但是接下来的话 我可能会去再入一个颜色 这样可以换着穿 而且你就是家里穿和穿出去 你不管是坐瑜伽还是去跑步骑车 都特别方便 我最后想分享的是我vlog里 一直全程都出现的一样单品 然后也是有很多朋友有被安利的 有来问我就是这款cost的帽子 它是一个编织的草帽 它两边的帽颜是不对称的 但它前面会比较窄 后面会比较宽 像这样子戴上去呢 你前面的帽颜就比较短 你就遮到脸 然后后面的帽颜呢 它可以遮到脖子后面 也就是说你就是脖子后面 这里特别容易被晒到的话 你如果戴这个帽子呢 你就也不用担心了 但是呢如果你觉得前面的太阳实在是太厉害了 你还可以把它就是把那个帽颜大的一面放在前面带 这样的话你就整张脸就会被遮掉 然后本身也就是非常的轻 然后可以这样子折起来 你不用担心那个就是像其他很多草帽 就放在行李箱里面就会被帽颜啥的都会被压坏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 它可以随意的揉搓 反正我这次旅行就觉得这买的太直了太划算了 然后它颜色我买的这款是有点灰绿的 记得还有一个颜色是霉红色 就像我前面那个视频里穿那件卫衣一样的霉红色 反正我没有那个自信去驾驭它 所以我就选了这个灰色 戴它的时候就看起来特别贵 然后出片率很高 反正我很喜欢它 按例给你们也不知道还买不买得到了 好啦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都是我六七月挖掘到比较好用 比较适合夏天或者旅行的产品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好玩或者有用的话呢 记得给我点赞转发 关注投币一键三连 如果你有什么想要问我 或者说有什么想要安利我的话呢 就发在提论弹幕里 我都会去看去回复的 那最后就祝大家出去玩的话 都一切顺利一路平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就这个视频本来是想要 就我现在录的时候这个时间上传的 但是因为我这个星期智齿发炎了 所以我就脸很肿 没有办法上镜 拖到现在才录 好 关注 适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